大家好 每天一款失败车 今天来看丰田的Vilfar 也就是Vilfar 这辆车它是Alpha的一个兄弟车型 它跟这一代的Alpha是同期发布的 只不过刚刚被引入到国内 之前一直都没有引进 所以这辆车按说也不算一个特别新的车了 然后这辆车我们先看它的外观 首先就是它整个尺寸其实跟Alpha都是完全一样的 车身长度高度还有轴距都是一样的 前脸是它区别比较大的地方 就是它的前脸没有Alpha看着那么凶 然后它是这种比较分有层次感的一个设计 并且上面是非常多的这种镀铬的装饰 而且你发现这个镀铬装饰特别亮 不灵不灵的 灯灯照镜子 然后它的大灯也是一个分体式的设计 上下两层 然后是这种LED的大灯 然后再来看一下侧面 侧面这边可以看见它的轮圈还有B柱 这边的设计跟Alpha都是一样的 所以很明显的能看出它是一个姐妹车型 而且我觉得这辆车你不仔细看它的前脸跟屁股 光看侧面的话 其实你是分不清这是一辆Alpha 还是这是一辆Viva的 然后侧面它的轮胎是一个17寸的轮圈 225的轮胎 我觉得这个轮胎稍微有一点窄 然后无要是进入四个门都有 前门后门是都有的 这边还可以看见后面两个玻璃都是有隐私玻璃的配置 这个还是很好的 然后再去车尾看一下 车尾咱们从上往下看 首先上面有一个尾翼 然后下面中间的这部分也是镀铬的装饰 包括用了一个分体式的尾灯 跟前面是呼应的 不过其实你单看车尾不是特别容易分清楚 是Alpha还有Viva 区别不算特别大 然后它的丰田logo是这种带蓝色边边的 这辆车是一个混动的车型 2.5的汽油机 加一套混动的系统 综合功率是211马力跟409牛米 它的扭矩会比之前3.5的发动机要更大一点 但是马力就没有那个大了 然后这边还可以看见有一个E4的尾标 这辆车它还全系标配了电控的四驱系统 然后这边还可以看见Viva Fire它的车名 好那打开后备箱 我现在是把一边的座椅收起来 然后另一边的座椅是打开的一个状态 可以看见 就是如果你座椅打开 后备箱的空间不算特别大 不过它的第三排座椅是可以前后调节的 而且你从后备箱可以直接去调 你看一拉就可以推到前面 推到前面之后 整个后备箱的空间就大了不少了 我觉得放登机箱拖运箱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的盖板下面是这样的 最右边是第一个盖板 它下面是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然后中间这打开里面是一个三角排 最右边这个厉害了 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出格 这个看起来真的特别爽 然后其他的配置上 挂钩锚点照明灯都是全的 不过并没有看见电源 而且它的后备箱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上下的空间真的特别大 你看我现在坐在这 这个头顶离它车顶还有很高的一个距离 并且如果你把第三排的座椅两边都折上去的话 它整个后备箱的空间就非常的大了 直接是延伸到第二排了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后备箱的这个使用性还是很强的 那下面再去看一下它的车内 好那坐进车内 你就会感觉它的车内其实跟Alpha是差不多的 不过还是那种感觉 就是这辆车它的内饰并不像一个80多万的车 你如果相比同价位的比如说德国车 它的内饰的豪华感就会比这辆车好很多的 然后不过你坐在这还是有很明显的那种丰田的感觉 比如说这个方向盘还有中控台的这部分区域 其实跟比如说凯美瑞汉兰达都是很像很熟悉的一个感觉 然后虽然它是80多万的车 但是前面还是一个机械式的仪表 中间有一块小彩屏 包括中间的这个屏幕也是里面的系统有一点复古 不过看起来虽然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它的配置还挺高的 这边可以看见前排两个座椅的通风跟加热都是有的 然后还有全景影像的功能 上面这边还有一个流媒体的后视镜 所以配置上其实并不低 然后前排它的储空间是这样的 门板这边上面有一个小的手扣 然后下面有一个比较长条形的储格 左边这边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小的杯架在这 所以你的饮料放在这可以被这个出风口吹 冬暖下凉 这个还是很实用的一个功能的 然后往下这边有一个放票据的位置 这边还有方向盘加热的功能 很高级 中控台的下面它这边有两个杯架 然后有两个小的储格 不过很浅 我觉得可能放不了什么东西 打开中央扶手 这个真的很大 里面的空间非常大 前排两个座椅 你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 这个主驾驶位的地位真的很低 虽然它有三组的座椅机 但是它并没有腿拖的功能 但是副驾驶它就有 它就可以有一个电动的腿拖调节 所以这个主驾驶位 真的就是给司机准备的 然后上面有一个天窗 这边还有一个眼镜盒的设计 这个给一个好评 并且它的所有两个侧门 还有后备箱的后门 包括上面的天窗 都是可以在中间的这一部分区域去控制的 所以专门给后面的老板去开门关门用 那这就是前排大致的一个情况 下面再去看一下它的后排 后排才是重点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辆威尔法 它的第二排的情况 首先你就会发现它的地板特别高 所以你要上两节台阶才能上来 这样也是充分的体现了 它是一个商务MPV的属性 并不是一个家用车 因为这么高的地板 其实对于家用的话 很多老人其实并不是很方便 然后这个门关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它的开关只能从这个门的拉手开 所以你如果关门的话 你是要这样拉的 并不像赛纳一样 它的前面这儿有一个小的按钮 你就可以关门 那个还是很方便的 不过我想了一下 会坐在第二排的老板一般前面 都会有人帮他关门的 这个还是很奢华的一个感觉 然后一进到车内 首先感觉的就是它的地毯 这是一个原装的地毯 非常厚实非常软的一个地毯 你脚踩在这儿很舒服 然后就是它的这两张座椅 这种航空座椅 非常宽大非常舒服 它的前后调节是手动的 不过我觉得手动调节前后 是一个比电动要好的设计 因为你前后调节的话 这样效率会高一点 速度也会更快一点 然后它的靠背角度调节 以及它的腿托调节 都是在这个座椅内侧的位置的 有一个电动的按键 包括两边的座椅加热 也都是在这个座椅的内侧的位置 储空间方面 首先门板这儿有一个储格 然后就是座椅的这儿 有一个小的杯架 前排座椅的后面 这儿有一个杯带 不过我觉得这个使用性 并不是特别强 中间的这部分区域 有一个小的储格 还有一个大的储格 中间这儿 还有两个杯架的一个小桌子 不过你把中间的小桌板 放下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因为 第二排座椅两个座椅太宽了 中间的过道就不是特别宽了 所以想过道第三排还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我想了一下 这是一个商务MPV 所以确实应该先满足第二排 重要人士或者老板的舒适性 然后再考虑第三排乘客 因为第三排乘客一般都是秘书 其他的配置上 上面有一个小电视 但是我并没有找到 它这个小电视是从哪打开的 下面它有各种的这种接入口 比如说HDMI还有普通的video的接入口 可以在你的小电视去放一些视频 然后这边还有可以独立去调节的空调 包括上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天窗 前面这儿还有副驾驶的老板件 最后坐在第二排这儿 真的是说实话真的很舒服 下面再去它的最后一排看一下 好 我现在是坐在了这辆Virfa的第三排了 我前一段时间刚刚去深港澳车展 去拍了MPV第三排乘坐舒适性的一个横屏 当时这辆车因为它车锁不给开 所以就没拍 不过现在体验了一下 这辆车它的第三排空间真的非常的大 我第二排的座椅是调到离驾驶位 大概有两拳的空间 然后前排是我的驾驶位 现在在第三排腿部也是有两拳多的空间 并且它的横向空间也非常的大 所以它第三排的空间真的是要给一个好评 然后它的乘坐舒适性 它的坐垫很长 并且高度也很高 所以你坐在这还是很舒服的 并且你可以稍微往前一点坐也是没问题的 并且它的靠背调节的幅度非常大 你看我现在基本上是躺在这的 所以它的舒适性也非常不错 然后配置上两边都有这种这样连的设计 然后这边有一个杯架 有一个小的托盘式的储格 那边有两个杯架 有一个小的储格 下面还有一个大的储格 所以储空间也很足 两边还有这种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所以它的第三排其实舒适性上也是非常到位的 对于秘书的照顾也是很不错的 最后就是这辆车的价格 现在中规版是没有3.5的版本 只有2.5混动的版本 分为高低配两个配置 分别是80.5万跟85.6万 还有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它要不要加价 刚才我偷偷听到 店员跟客户说 这辆车是要加价的 要加价20万 然后你只能买现车 是不能定车的 因为你如果定车再等半年 可能整个市场行情会加到30万 这样客户有可能不买 所以你只能是买现车 现车是什么配置 就是买什么配置 OK了 那这就是这期的每天一款失败车 咱们下期再见